好,第十月初段有輪到,就是龐腿主攻了 因為若然哪個拳手能夠在這個回合擊倒對方,肯定是贏的 至於要計點數,我相信就是很接近 這些精彩的拳賽就是將拳迷滿,令他們看到如癡如狂 將一場拳賽帶上更高峰 這麼精彩,更上一層樓 打完,非正式總計就是齊士領先3分,106比103 但是龐腿在第二回合,最後一個回合,一開始就是龐弓齊士 但是齊士又來反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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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就是打這場拳賽,兩個拳手都以為要休息一個月了 真的很好體力,也是訓練有數 如果不是,肯定是世界一個拳手,到現在已經不能夠繼續比賽了 沒有這麼好的內戰力 真的,這一場拳賽,哪一個我都不想去輸 兩個拳手都很累了 雖然某一個拳手的拳重點打中對方,是下巴肯定會跌倒的 但是呢,就是兩個都不能夠重重的出到他致命的一拳 只有十七秒 剛剛呢,就是龐腿在左套,但是也都不能夠吃得 齊士太認的 哇,尾段啊,明知還有幾秒而已 兩個拳手,食英雄,中英雄 沒錯,甚至沒有呢,拳政都認為是打得妙,打得好 立刻讚他們兩個 這場拳賽,真是精彩 這場拳賽,可以說簡直呢,就是 拳賽的最佳表演 原來呢,就是這場拳賽的主辦者,就認為呢,兩個打得太好了 所以呢,每人都加多一千元 一千元呢,就比現在泰神對荷里菲那些實在太少了 但是呢,就是表示呢,兩個都打得很好,這樣 原來呢,就是呢,分數呢,就是三個裁判呢,都是判呢 好,謝謝收看本次節目,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